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不过没收到邀请的卖家 就不可以参加了 不过还有一类是通过客户经理去申请报名参加秒杀或者促销的活动 然而亚马逊的系统自动回帮卖家做一些推广 这种推广和相关性有关 在消费者在亚马逊网站上浏览过什么样的商品 或者买过 我们就会在消费者再次登录时做出推荐 或者邮箱发送推荐或者该商品活动消息 那我们该如何利用这些推广的资源呢 一 追报名类 亚马逊自动抓取卖家产品参与活动的 大部分都是取决于结果页面的排名 与销量有直接关系 A 相关性 卖家应该按照亚马逊要求把商品的listing设置好 B 价格 当价格相对同类别的商品低时 或有折扣时 排名相对靠前 C 物流 选择亚马逊 FBA是对listing排名有帮助的 所以当卖家要打造一款商品的时候 尽量选择亚马逊FBA 这样会对你的商品排名有一定的帮助 B 评价 对于排名来说商品的review也是相当重要的 review的好评率也是提升排名的一大手段 B 销量 销量和排名也是成正比的关系 而且销量可以带动review的增长 然后review引来更多的流量 转化为销量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F 上架时间 亚马逊对于新品是有一定程度上的照顾的 以上的这样都是对排名有一定的影响的 有需要亚马逊代运营的可以加我QQ1184820749 二 邀请类的推广 这其实卖家能做的非常少 卖家只要做好自己的店铺 优化好每一个商品的listing 让自己店铺的表现越来越好 让亚马逊觉得选你会有更好的转化率 保证产出较高就好了 A 销量好 说明消费者还是比较相信你的产品的 B review 表示你的商品质量过硬 C 亚马逊FBA 相当于拍亚马逊的马屁 亚马逊FBA的物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靠谱的 在之前的经验告诉我们 同等条件下 亚马逊会选择使用FBA的卖家 B 商品和listing 有的时候亚马逊活动比较缺少的商品种类 亚马逊也会过格选取一些店铺表现好的 和该商品listing相对更好 更完美的 三 亚马逊官方的活动推广简称 站内推广 所邀请或者直接抓取的卖家 基本都是取决于亚马逊后台数据的相关性推荐 为了让自己获得更多的推荐机会 我们可以在listing属性上更可能的丰富 但不是啰嗦 让自己的商品更多的被搜索 拥有更多的曝光机会 同事也要做好listing的优化 在亚马逊为你引来客流时 你也可以让客人满载而归 从而增加销量 站外推广 就是在亚马逊网站以外 做的推广引流量流量多了 销量自然就会提高 相比站内 站外推广的方法就比较五花八门了 但是首先你要知道的是 流量哪来的 站外推广引来的流量 大部分都是Google搜索 Facebook等网站上来的 给大家介绍几种吧 三 社交平台 经常上的社交平台有 Facebook Twitter Interest Mora LineShare等等 在这些社交平台上 最好你有一群小粉丝 这样有利于你的产品推广 更可以用一些有趣的方式 比如讲故事 趣味问答 来增加你的用户关注度 这样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 去你的平台店铺了 四 博客推广 自建博客 多少个看你自己 先通过软件 直接读取Sleep Deal ZWallet等网站的数据 伴随着这些网站同步更新数据 然后一半放自己的产品 一半放别人的产品 慢慢的聚集人气和粉丝 这样也可以吸引不少的流量呢 还有一些付费的博客站里可以投放图片或者文字 或者找一些知名的博主合作 也可以吸引不少的流量 五 网红推广 这些网红都是有自己的社交网站和博客 所以流量比较大 一般卖家自己比较难找到这些人 性价比较高 这些网红资源的话 可以去Mode全球新品发布会去找 Mode本身是一个海外网红导购的女性时尚APP 聚集了大量网红 网红资源提供给卖家做推广 六 论坛站推广 其实有些论坛的确可以自己发 只要创建个账号 发表一些帖子 这样虽然流量不大 但是转化还可以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给钱 找一个大一点论坛和论坛的主人合作 起个自己品牌的分论坛 但是试过 不一定有很流量 反正只要中国品牌在的论坛 你就可以进去发一些 但是提醒一下 不要重复法一样的帖子 这样会被封号的哦